我们进来这里 然后小心头 农田里的体验课 林逸平今天安排的是教大家种菜 一会我们来操作这台机器 看一下 这个 这台啊 它叫小牛 以前人种菜是用什么 什么种 用牛对不对 林逸平在宜兰种金枣和水稻 农忙之余 这农村课程可是它增加收入的重头戏 然后这边有一个开关 是如果老板要发动 就把它转开 可是它是用拉的 它就是用拉的 等一下会有引擎发动的声音 别看它驾轻就熟 九年前 33岁的林逸平刚回到家乡 对农业可是一点也不熟悉 对 老板要转弯 然后你们这边偷偷一点点 我本来就做爆关好嘛 我们都进出口水产 可是国外进来的东西就很 单价就很高 以日本的金干来讲 来台湾就卖很高嘛 一盒 一盒可能十几颗就卖了五六百 对 可是台湾的那个 十几斤可能也都没有到五六百 过去的他对这样的差距是无感的 直到家人买下宜兰一个金枣园 他休假空档回来帮爸妈采收 才发现一个惊人事实 当初好可怜你知道吗 那时候有一次我跟玉平跟我太太三个人 采了三百多斤吧 大概有三百多斤 我用这个轿车带 带到教室林美 去交给人家那个做密件的 才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卖不到三百块 我们就是可能会寻一下 然后等一下采果这样 大部分都是先这样 这个季节啦 今早采收的季节 是林家人最忙碌的时候 四十五度斜坡上 每一步都举步维艰 林一平的爸爸公务员退休后 正好遇到有机村推动 很有环保意识的他 也就决定把自家土地 拿来实践理念 今早颗粒小重量轻 产期只有两个月 采收却特别费工 眼看心血被糟蹋 林一平一开始是劝爸妈放弃的 今早毕竟是一样的特产 可是相对的做有机的 老农在做这方面 还是接受度还不是那么高 因为产量就减少很多 因为农产品就是用重量来换钱 我那时候还跟我爸讲说 这种东西干脆不要做了 因为我的可能一两个小时 就超过这些工资 不过人的先进转变也很难说 在知道其实爸妈对这块土地 难以割舍的情感之后 林一平决定回家接手金枣园 而且要想办法改变现况 放弃报关行的高薪工作 走一条未知的路 这会不会赌太大了 爸爸极力反对 但从小就反骨的林一平 却不想认输 看到邻居们都是老农在做 然后像有一些阿伯他们种的东西 可能就是放在家里烂 或是放在家里坏 然后他们也可能就去市场 卖个很低价 所以就觉得怎么 就是农村是这样的 林一平帮附近老农卖蔬菜水果 也为自己打探通路 每天不是忙着拜访餐厅和有机店 就是研究怎么种好金枣树 在向阳的山坡上 它不喷药 不撒石灰 用的是最自然的方式照顾 像柑橘类有一些橘子 它们也是喷石灰粉 然后在上面 因为太阳大的时候 它会晒会比较丑 因为这个是吃皮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在用 今早个头不大 没有光亮的外表 却有最原始的风味 但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买单 这在爸爸眼中 是早就预料到的事情 但林一平坚持要试试看 父子俩也常有争执 以前他也不会跟我讨论什么 就是他认为他 他对了他就去做 然后反正如果不对 他就骂我 所以他也不会说讨论什么 从小就没有摸过田 我们田在哪个地方 他从来都不知道 他从来就很叛逆 他读优质眼色 他就书长逃学 年少的林一平自我叛逆 常在警局等人领回家 和爸爸的关系也很紧张 国中毕业 他就离开宜兰 到外地读书工作 回家是他最逃避的事 刚开始回来 其实就是 我们是互相不适应的 因为从小 我也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然后后来其实发现 其实他有时候 也会帮你想一些事情 方式这样 然后就会想说 其实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就是有改变了 在林一平心中 当了两届乡长的爸爸 常为了盲选举忽略家人 而现在爸爸看林一平 一个人要和野草搏斗 即便年纪大了 也忍不住来帮忙 父子俩一起盲农事 造成了三十多年来 难得的风景 林一平也改变了不少 为了增加产量 他特别租下附近废耕农园 扩大栽种面积 而伤到的果实 没坏掉却卖不掉 这就要靠有一双 巧手的妈妈了 就有时候他会挑丑的 或是我们挑下来剩的 或是比较小颗的来做 煮一煮就给他杀进 我这个刚才有洗研发了 林妈妈把金枣 做成果干蜜饯 或熬成金枣酱 这是个大工程 一颗颗小金枣要先剪掉地头 挑掉长得不好的 煮好的金枣要再打碎 但又不能太碎会失了口感 这是不能停下来的工作 要一直煮到没水分 搅拌到收干为止 这拿捏不好 就只能倒掉重来一次 一斤的金枣加三两的麦芽 他们家的金枣甜品 没有防腐剂 不放冷冻一下就坏了 这是没有多少人 愿意做的辛苦活 我们用那个松饼 松饼我们都要用 加那个蜂蜜 你就不用加蜂蜜 因为我们这就卖了 就代替那个蜂蜜 更好吃 好品质也渐渐为他们打开通路 不但知名优格大厂找上门来 每年都包走上百斤 几乎一半产量的金枣 许多企业也来谈器作 没几年光景 林一平的金枣就已高出市场价 好几倍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金枣其实就是 就是会有一些层次感 应该这样讲 就是第一口可能会酸辣 然后吃到后面会回甘会甜 但挑战还是不少的 随着有机农业的兴起 越来越竞争也影响收入 林一平开始办起农村体验 想办法为金枣园找出亮点 今天很开心你们可以来这里玩 我们等一下会做稻草人 然后还会带你们去菜园里面种菜 好不好 其实让他们知道农村 其实不是只有风景好漂亮 其实还有很多知识 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 而在这过程中 他也看到许多孩子的需要 这天一群大学生 带着自闭镇孩子来农场找林一平 希望透过体验课程 让他们有不同的启发 好 先把衣服穿过去 像晾衣服一样 快点 他和许多企业合作 办起慈善农村体验 对这些孩子 林一平很有耐性 一个个去寻场 关心进度 过去那个师长眼中的恶霸 其实内心一直是柔软的 可以吗 如果绳子不够这也还可以再继续 我们也是有时候活动也是办公益 因为毕竟那边小朋友也是需要一些 不一样的环境 然后不一样的刺激 当初只是想说 其实我如果在有能力的范围 可以帮助别人 也是是一个好事这样子 你要不要帮帮忙绑一下 好 可以来 我说看行程表 可以吗 绕过去 除了办活动 林一平也和附近青农组成联盟 一起为宜兰的农产品找出路 他相信只有让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才能为这份家业找到永续的希望